健康意识抬头,越来越多人知道精致淀粉会使人发胖,但人也不可能一辈子只吃地瓜、糙米饭。 减重医师肖杰健表示,民众可掌握三方式,可避免让精致淀粉内的糖转成脂肪形式储存,包括吃甜点前,先吃蛋白质,先吃蔬菜,少量慢慢吃,可有效预防精致糖成为身上的肥油,且能维持血糖的稳定。 肖杰健在其脸书表示,当人吃下糖后,糖会变成肝糖储存于肝脏或肌肉,也可能变成三酸甘油脂,一级脂肪。 精致糖之所以会容易变成脂肪,主要是因为很容易被人体吸收,使得血糖快速上升,导致身体分泌大量胰岛素。 而当人体胰岛素浓度升高时,糖类就很容易转变脂肪储存脂肪组织内。 但他也表示,若民众真要吃精致糖时,仍有三招可让他不要变成脂肪。 一,先吃蛋白质,餐前吃20-30克蛋白质,能够有效延缓糖被人体吸收的速度。 建议此时摄取的蛋白质不能过少,以免效果不佳。 不能只吃一颗茶叶蛋,含7颗蛋白质。 二,先吃蔬菜,研究发现,餐前摄取10克纤维约3拳头分量的蔬菜,也能稳定饭后血糖,甚至降低胆固醇。 三,少量慢慢吃。 建议甜点分量小一点,且一期慢慢食用。 既可避免过多精致糖的摄取,还可让血糖上升速度缓慢些。 萧杰健建议,民众可在吃甜点前,先去超商买一块约含20克蛋白质的鸡胸肉, 一盒含6克纤维的沙拉,或许把甜点放在餐后减少主食的摄取量。 就可避免发胖几率。 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